春节总决赛4月15号晚上5点钟准时开打 再下一页数据上单数据对局啊 这数据是挂反啊 这什么 他应该是包括常规赛的 这数据可能没挂反啊 就是兵是不怎么挨打 天天打人不被人打就换血很成功呗 因为这个正向扛杀不是反向的 英雄池兵的英雄池很少 但是感觉兵的英雄池也不少啊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 分军输出 输出两个人差不多 我520排第8 你516排第6 不是少的怎么排前面啊 516排第6 520排第8 这我没什么好说的呀 这个图是不怪的呀 这个图 哥们谁做的迫迫特啊 硬黑 我看半天就没看到 OK 主要看下面的字 369调整之后的表现 能不能报四强第一轮的一键之仇 红米是不是应该给69哥 不应该给69哥选赛恩呢 要我说不选赛恩选什么呢 对吧 兵的英雄池太夸张了呀 输出的能玩 赖子也能玩 混的也能玩 上路如果要被抗刀的情况下 肯定只能选这种万金油的上单啊 主要感觉两个人 其实风格还挺 差别还挺大 差别挺大的呀 一个是纳尔坎兰武器 一个是玩肉打团 其实今年应该就看谁赢就能决定 今年什么样的上单会更强 是肉型打团上单强 还是这种更偏具于个人色彩的上单比较强 对 风格不一样 两个上单 虽然以前369什么都玩 但是从今年看来 兵可能更全面一点 全能一点 然后红米来了呀 是 369肯定要变成我们想要的形状 打团会更舒服一点其实 369是让队友舒服 兵的话就是自己肥了能塞 自己舒服了能塞的 不一样 两个选手打法都不一样 OK 下一页 打野 XUN的裤衩能小成这样吗 不是 旁边大阵牌会不会变态了 卡拉卫这么变态也能理解 他的猴子确实把把塞 我觉得春厥可能 胃都不会办要办卡拉卫的猴子 但是卡拉卫的胃也很变态啊 他什么英雄都很变态啊 他人有点变态 他整个人就是变态 这太无敌了 他现在 不是 你给他人办了 就造福 他人没用 这个数据咱们就不看了 就其实 没用 没什么用这个数据 真没什么用 就排眼能理解啊 XUN基本上 玩的英雄 眼都被欧文排完了 只能这样说 数据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每个队侧的脸不同 对 如果你看起来 对吧 盾牌打不知道什么形状 那肯定是盾牌厉害 OK 熏的状态 可以说是看BDG 最大的悬念 如果熏调整好 京东技还能像上一把 BO5一样突破BDG的野核战术吗 宝叔啊 就上一把 反正上个BO5 看来BDG是几乎五把 前面都是优势 打京东 几乎每把都是优势 不管从对线来讲 包括前期的节奏 都是BDG好于京东的 宝叔 我觉得是说熏调整好啊 感觉调整好 京东技突破不了吧 有危险 还是看查阅温嘛 他们这个就看查阅温啊 看其他人 因为其他人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对 其他人太稳定了 中路牙膏往那一碎 你拿他没任何办法 下路 Ellok现在全联盟排第一的AD 甚至在世界上 应该他那个数据都能排第一的 所以没办法 就还是要看熏的状态 十个人感觉看他一个人玩 对 他是最关键的 关键先生 查阅温 绝对的关键 没毛病 遇到大BT 中单 中单左手 这个盾牌 平香中单第四次决赛对决了 这次到底左手给牙膏上标记 还是牙膏睡眠充足不犯困 两个人也形成反差了呀 完全风格不同啊 对吧 牙膏最近还是中路以主打发育为主 对吧 跑图的话也是慢去 就是后手去 自己也不怎么主动跑 中路主要还是发育为主 来打后期 他这个盾牌应该还是 主要牙膏有些时候可能会 迁就一点打野 对吧 毕竟查阅温还是需要旁边有个保镖跟一下呢 对 然后像左手的话 应该还是更喜欢自己线上 一直骤别人 对 自己线上一个人拿到优势 主要我觉得中单还是得选平香的嘛 已经统治了嘛 平香中单 平香已经在统治英雄联盟了 绝对BT 这俩都足到了 这俩人应该打不出所以然吧 上一场BO5也没打出所以然啊 不都太熟了你知道吗 对打不出来什么所以然两个人 一个牙膏扛压能力太强了 左手也拿不到什么便宜的 就感觉就是对着发育啊 没办法 他就往那一碎你肯定拿到没办法 真没办法牙膏太太疯狂了在中路 而且牙膏要手刃的呀 要清算的呀清算整个京东啊牙膏 牙膏应该是被踢的呀被京东 你这么一说有画面了呀 对呀牙膏是被京东踢掉的呀 我突然感觉他这个 小盾牌一看打上京东感觉已经把那个图蹭爆了 已经无敌了哟 真是被踢掉的呀牙膏 夏夜 下路 如那儿绝对逼踢 但是输出不好意思 艾勒克第一 艾勒克的数据 我的反向成商 如那儿几乎只打人不被打 生存排第一 经济排第一 怎么艾勒克的成商 是凹进去的 没办法 能打能扛啊 能打能扛啊 既能打人又能挨打 他奔进城商是凹进去的也太亏捷了 今年也是那一年3.0 MISSING打艾勒克 对 SARSK比较看好谁 为什么 顶峰相见 对顶峰 真的顶峰相见的呀 决赛见的呀两个人 从常规赛到季后赛 我个人觉得 还是 包括从上一个波五来看 还是京东记的下路状态会更好 但是艾勒克最近也很非常重 就是我个人心感的话会给到京东记下路5.1 右边4.9 要我说 我觉得 比利就下路赢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欧温最近太BT了 就我觉得 因为因为 因为左边两个人玩得太好了 猪老和MISSING玩得太好了 他们玩 玩得很专业 玩得专业 他们可能 专业的人就怕欧温这种人 就往前一走 你会 因为你很专业 他往前走 肯定有他的原因 可能后面有 你会想太多 对 你会想太多 你会上欧温的当 他往前走 给到你压力 然后欧温就去拿地形 拿视野了 就欧温 不要他在考虑到欧温这个点 才有点简单 对 但是欧温如果 就是往前走 让别人打他 他就死 就看敢不敢弄他了 弄完游戏没道理啊 他边打边给你要秒情 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他就往前走 后面一个人都没有 他就往前走 你真不 你如果是那种很专业的人 你真不敢弄他 他凭什么往前走啊 肯定有道理啊 就很怕他呀 季后赛 我个人觉得 他最变态的两个英雄 应该还是他的落跟机器人 落机器人 他太弹 压力也很大 那Missing其实还是 偏帮Ruler的一个选手 就是Ruler想要什么辅助 Ruler想要他玩什么 他就玩什么 他不像欧温那么自由 就Missing 欧温是比他自由很多的 欧温还是算比利记的核心啊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Missing就是Ruler想要什么 我就玩什么 就风格不一样 欧温加差欧温 你根本想不到啊 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你绝对不知道他们两个干嘛 疯狂 他们是有机会复仇的呀 看看人家 I刚在打决赛 你们在打弹幕 看看人家 喜欢打弹幕 OK 下一页 点击Logo 选择 你认为夺冠的队伍 并 预测比分 这好难选 这真有点难选 都是啊 都是都啊 感觉两个队伍 绝对顶级队伍啊 顶级较量 今天逼我5 逼的技 也不是浪德虚名啊 要不然一人一半吧 我点不上去 我只能选BDG了 我会投BDG 我会投BDG 我也会投BDG 我相信BDG 我觉得BDG是 有机会赢京东西的 京东西看了 如果投BDG 那我就投JDG 你就投JDG 我们两个就投BDG 我绝对信任BDG 比赛 我觉得是3比1 3比1 我也是3比1 其实我两个都投不进去 从各方面来说 我也想投BDG 主要还是主打一个不一样 主打不一样 确实也不一样 主要我觉得 加分的点是什么呢 我个人心愿 我觉得还是支持一下全华班 我也是 支持全华班 支持绝对华智 我觉得BDG 这个队 上限很高 上路上限也高 下路上限也高 打野也上限高 我两个都点 绝对变态 BDG 绝对能 谁多挂人 都有 都预设 都占一半是吧 都占一半 谁赢都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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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